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前天發生一名陽性女藝人 因為受不了網路霸凌 而自殺的案例 這樣的案例 看了讓人家心痛與不捨 本期在這邊 要堅決表達反對網路霸凌的立場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由於網路的匿名性高 傳播速度快 也因此網路世界的謾罵攻擊 比真實世界的威力強大許多 被當事人也造成很大的殺傷力 我們可以看到國外已經發生好幾起 這種因為網路霸凌事件而自殺的案例 所以台灣我們面對這樣的現象 也應該要開啟思考我們的防治策略 應該要怎麼做 以下本期有幾點看法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目前雖然設有 iWin網路的單一窗口 但是目前受理的案件 都是以處理暴力色情等資訊為主 對於網路霸凌事件無可奈何 所以本期認為 NCC應該要去檢討我們現行的 iWin網路窗口它的功能 將來再處理類似事件的速度 與功能上面應該要再強化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 許多的網路霸凌事件 都是因為涉及個人私領域的侵權毀謗等等 只能當事人透過法律 法律途徑來解決 但是大家要知道 法律訴訟曠日廢時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立即去阻斷不當 惡意的言論的散播 仍然會讓這樣的傷害持續下去 因此本期主張 網路平台業者應該要負起相對性的管理責任 應該要訂定網路平台言論守則 並建立起申訴機制 讓當事人可以有申訴的管道 而且可以啟動所謂的關閉機制 避免這樣的傷害持續擴大 最後我們應該要來研議的是 台灣立法的可行性 過去談到有關於網路議題的管理或者是立法 總是會被扣上妨害言論自由的大帽子 但是我們看看 臨近先進的國家他們的做法 包括我們看到 美國、英國、新加坡等等 都已經開始對於網路霸凌的現象 有不同的立法跟管理措施 而其中我們特別看到 加拿大在2013年 它其實已經訂定了所謂的 反制網路霸凌的專法 針對未經本人同意上傳或散發私密照片 處以最高五年的監禁的行責 本席認為我們去建立網路自律機制 請陳委員淑慧發言 buradan回到八年 我們接通勞 最期待的 通勢 為我們做實際的